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如何搭建KMS服务器 激活Windows、Office、Project以及Visio 激活服务可以部署在本地的软路由 群晖、虚拟机等Linux系统中 用于内网设备的激活 也可以部署在DPS中 用于外网激活 像Ubuntu大便、SentOS等主流Linux系统均可 部署方式可以一键脚本 也可以使用Docker 当然类似软路由OpenWrt 以及群晖的软件中心有KMS激活工具 直接使用即可 介绍及准备工作 关于KMS KMS是Key Management System的缩写 也就是密钥管理服务 微软为批量许可客户 例如组织、学校或政府 提供的一种正版激活方法 官方提供了可激活版本的列表 以及相应的密钥 视频下方会提供图文博客的链接 我们查看官方提供的密钥 及可激活版本列表 包括Win Server LTSC版本 Win Server半年频道版本 Windows 11和Windows 10半年频道版本 Win 11和Win 10中专业版 专业工作站版、专业教育版 教育版、企业版均在可激活列表中 并提供了产品密钥 这里所说的半年频道版本 指的是功能更新半年一次 Win 10以及早起版本的 Windows以及Server系统均在列 有需要可以自行查找 Office Project Visio 官方同样提供了可激活版本列表及密钥 Office 2021以及2019、2016均在列 专业增强版、标准版、专业版均提供了密钥 版本说明极尽向下载 先说Windows 自Win 11803版本开始 分为零售版和商业版 零售版Consumer Editions 使用零售许可证Retail License单独授权和激活 商业版Business Editions批量许可Volume Licensing使用 KMS服务器激活 相当于之前的VL批量许可版本 所以我们下载Win 10或Win 11的镜像 必须是商业版Business Editions 商业版镜像安装时可选安装教育版 企业版、专业版、专业教育版、专业工作站版 为方便大家学习测试提供镜像下载 再说Office 必须是批量许可版本SW 官方简称Vol 或者非官方简称Vol Volume License 也有人称大客户版 注意下载的镜像名称 必须是SW开头的才能KMS激活 CN开头的一般是零售版不能KMS激活 Vol版本目前只能下载到2016版 2019机以后版本不再提供镜像下载 安装方法变更了 大家若有需要我会单开一期视频 同样视频下方提供图文博客的链接 方便大家学习测试 接下来讲KMS激活服务的部署和激活 激活服务可以部署在本地的软路由 群辉、虚拟机等Linux系统中 用于内网设备的激活 也可以部署在DPS中 用于外网激活 像Ubuntu大便、CentOS等主流Linux系统均可 部署方式可以一键脚本 也可以使用Docker 当然类似软路由OpenWrt 以及群辉的软件中心 有KMS激活工具 直接使用即可 这里分为两类来介绍 一是软路由软件中心中的KMS激活工具 二是本地新建虚拟机 安装大便操作系统 通过一键脚本和Docker两种部署方式来部署激活服务 第一种方式 软路由OpenWrt软件中心的KMS服务器如何使用 我们来激活一下Win10以及Office 2016专业增强版 打开软路由OpenWrt的后台管理页面 后台的内网IP地址一会要用得到 找到iStore软件中心 点击全部软件 在全部软件中搜索关键词KMS 点击KMS服务器右下角的安装 我已经安装过了 所以显示的按钮是打开和卸载 安装完成后会自动运行 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操作了 我们可以在左侧菜单栏服务下 找到安装完的KMS服务器 KMS服务器有了 我们接下来激活Windows和Office 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CMD命令提示符 我们先查看一下 带激活Windows的系统版本 复制命令 在Windows搜索框中搜索CMD 点击右侧的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粘贴命令 输出显示Win10专业版 安装密钥 从微软官网获取 版本跟密钥要对应 找到问时专业版的密钥 命令IPK后面接的就是密钥 注意替换 复制粘贴完整命令 回车运行 系统提示成功安装密钥 点击确定 注册KMS服务器地址 我这里是192.168.3.100 注意替换成你自己的 复制粘贴完整命令 至CMD命令提示符 回车运行 系统提示密钥管理服务 已成功设置 点击确定 激活系统 复制粘贴命令 回车运行 几秒钟后 系统提示框 提示成功激活了产品 点击确定 查看激活状态 复制粘贴代码后回车 窗口会显示 激活到期的日期 KMS激活有效期 为180天 到期后需要 重新运行刚才的 激活命令 重新激活 点击确定 关闭窗口 接下来激活 Office 演示激活的版本是 Office 2016专业增强版 找到Office的安装目录 64位默认一般为 C盘 Program Files Microsoft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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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32位一般在 C盘 Program Files X86 Microsoft Office Office 16 目录下 Office 16是指 Office 2016 Office 2013 则为Office 15 Office 2010 则为Office 14 打开安装目录 应该有个OSPP.VBS文件 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CMD 复制粘贴以下命令 进入Office目录 安装从官网列表里 获取的密钥 注意密钥要与 安装的版本对应 复制粘贴整条命令后 回车 系统输出Product P Installation Successful 密钥安装成功 注册KMS服务器地址 注意命令中的IP地址 替换为自己的 复制粘贴整条命令后 回车执行 输出Successfully Applied Setting 设置成功 激活Office 复制粘贴以下命令 回车执行 几秒后 输出信息的最后一行 Product Activation Successful 产品激活成功 查看激活状态 复制粘贴以下命令 回车输出了很多信息 可以看到有效期180天 我们打开Office 看一下激活情况 显示已经成功激活 接下来介绍虚拟机 或BPS中如何部署 KMS服务 这里演示本地使用 RitualBox创建虚拟机 安装大便操作系统 使用一键脚本 和Docker两种方式 进行部署 本地虚拟机部署 与远程VPS 部署原理是一样的 操作系统选择大便 Ubuntu CentOS均可 因为之前已经录制过 RitualBox 安装大便 虚拟机的视频 视频下方附上链接 这里就不再重复 注意设置选项 网络 连接方式 使用桥接网卡 本地虚拟机大便的固定 IP为192.168.31.200 无界面启动虚拟机后 使用SSH工具进行连接 首先切换到Root用户 复制粘贴如下代码 回车后输入密码 接下来开始介绍 一键脚本部署 KMS服务 三点说明 脚本适用于 大便乌班图CentOS 部署完成后 会自动设置为开机自起 默认记录日志 强调一点 使用Root用户登录 复制粘贴以下命令后 回车 提示按任意见开始执行 我们按回车 执行完成 输出显示 Install KMS Server Success 说明安装成功 我们安装一个网络工具 查看下1688端口的监听情况 复制以下命令 安装网络工具 复制粘贴以下命令 查看端口1688的监听情况 返回直 类似于如下说明服务部署成功 脚本安装完成后 会将KMS服务加入开机自启动 以下为KMS服务的使用命令 及卸载方法 我们激活下 Win时来验证下 KMS服务是否部署成功 因为之前已经详细介绍过激活方法 这里不再细讲 直接快速执行激活 在安装密钥 设置服务器地址 执行激活后 可以看到激活成功了 点击确定关闭窗口 接下来讲解第二种部署方法 使用Docker部署KMS服务 在部署之前 我们要先将刚才一键脚本部署的服务删掉 因为都用同一个端口1688 同时存在会冲突 复制粘贴卸载命令 提示是否卸载 输入字幕外 回车 卸载成功后 我们开始使用Docker部署KMS服务 第一步安装Docker 这个安装代码在大便Ubuntu SintOS操作系统上通用 复制粘贴代码 回车安装 安装完成后 启动Docker并设置开机自起 接下来拉取KMS镜像 复制粘贴代码回车 接下来启动容器 复制粘贴代码回车 启动完成后 输入Docker PS查看容器 可以看到名为KMS的容器已启动 输入Docker Logs-FKMS查看日志 返回值可以看出服务运行正常 正在监听1688端口 按Ctrl加C退出日志 接下来激活下 Office验证下 KMS服务是否部署成功 因为之前已经详细讲解过了 如何激活 这里不再细说 快速激活 返回值 Product Activation Successful提示激活成功 这样 Docker部署KMS服务器也成功了 视频的最后归纳总结下 第一 目前问10和问11商业版 Business Editions均可使用KMS激活 而Office Project以及Visio必须是大客户版 镜像名称是SW开头的才可以 第二 软路由群晖这种软件中心自带KMS激活工具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第三 本地虚拟机部署与远程VPS部署是一样的 部署方法Ubuntu大便CentOS通用 本地Docker部署比意见脚本更方便些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